苏萱 夏阳平常都喜欢去哪儿 你知道吗 鱼排屋 好 那我知道了 等等 公海鱼排屋 你们看这儿 剧本上面写了 第四个人就死在这个公海鱼排屋 我说你们两个怎么不说话呢 这分明就是个穷凶极恶的歹徒 向咱们示威呢呀 你想想剧本上前面死的三个人 瑞泽千亿灵耳一模一样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你想说什么 这个杀人凶手就是向阳 你 八哥 这个剧本你从哪儿拿的 我从向阳家拿的 什么时候 有一段时间了 向阳一直想让我看他剧本 我到他家里啊 看他柜子上面大大小小 全都是剧本 我就看这个名字还不错 我就拿回来了 你怎么不早说呢 警察同志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想啊 一个穷酸编剧想让我给他投资 整天想些稀奇古怪的事 不奇怪啊 这事我也没放在心上 日落时分 血色的残阳滴水在地平线上 一个穿着朴素的男人 面对着即将陨落的太阳 面色宁静 随着太阳的消失 男人也消失在了海天相接之处 你说的是这个 对对对 海天相接之处 公海鱼排屋 同学 你喜欢看海还是思考人生 我 我 喜欢看着海思考人生 这有什么 我就很喜欢看海 连这三天都看到你在这儿 所以忍不住问一下 我就觉得这儿 思绪会清晰一点 见笑了 好 有点 我 不停 有点 下一个死那个人 有可能就是我 你不就饶了我吧 对了 钻爷 我订了今天晚上飞机票 那个 要不再不走啊 我就来不及了 少废话 叫你去你就去 要不然你游我去吧 你们真是把我往死里逼啊 你又不是警察 你凭什么命令我 赵警官 有人找你 你们看 那是不是向阳 好像是 是这样 我过去 向阳你个乌龟王八蛋 你为什么杀了前一和灵儿 两个我最爱的女人 大哥 你越来冤枉了是不是 向阳别动 我干什么 我没有杀人 我不是凶手 我没有杀人 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你给我站着 你过来 这件事情你给我回去说清楚 就了了 向阳 不是我